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收到的一个问题是 自己或是家人被下降头应该怎么办 被下了降头会有什么特征 这个问题在我们东南亚特别的严重 这个问题问得好 下降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有一些鬼神对你的一些干扰 当然这些受驱使的鬼神 大部分是邪灵 邪鬼 就是属于这个层面的它比较多 那么这个下降头的方法有很多 那么咱们马来人也有自己的方法 这个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土著 也有一些自己的方法 那么在中国呢 大家听到的这个比较多的叫毛山树 也有给人下降头的这一说 但是毛山树本身是三毛祖师啊 这个中国有个毛山派 它是属于道家正派 它是通过这个遥控术 通过一些符令 一些特殊的技术方法 驱使鬼神在法界中帮人 另外呢 和今天的量子纠缠有点相似 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的 技术方法的联通 那么通过一些遥控术 来帮助人们解除病痛 那比方说这个人在美国 一个师父现在在吉隆坡 那么怎么帮他 病人又不能来吉隆坡 师父又不能马上到美国 那么需要这个病人又很紧急 那么要救他的命怎么办 所以是他通过拿人的这个生辰八字 现在很简单了 传个照片也行 那这个叫全息 全息的一种科学技术 就是只要有这个人的影像 这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 甚至是这个人用过的一些东西 身上穿的衣服 都可以用来下降 当然这个遥控术 最开始它是茅山术 它是为了救人 用木头刻一个人的形状 然后把这个人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时写上去 通过这个招魂术 可以把这个木头替代这个人 那么在这个木小木人上 或小指人上 或者小布娃娃上面 扎针对应着的 美国的这个病人 比方扎他大锥 那么他这个大锥穴 他就有反应 扎他一些相应的部位 他相应部位都会产生真实的反应 那等于说这个布娃娃 这个木头人 这个指人 他就是那个人 他把他魂魄调过来了 那么这个呢 在今天叫量子纠缠 这个量子纠缠 它发生什么作用呢 就是有关联的 一个量子对 就是两个量子 它是没有时间空间的 跨越时空进行纠缠的 最早科学家是把量子对 进行了50公里的实验 就是把一个量子 放在咱们现场 另外一个和它相关的量子对 放到50公里外 那么他后来发现 那么眼前的这个量子 发生这个变化的时候 50公里外的 它是同步发生变化的 就是这儿左旋 那个右旋 它是一对 一对它就是一个阴阳 那么它就是 向不同的方向旋转 都是当下 现在对好几点几分 这边一动 再一看 没有说50公里 它需要运行几秒 还是运行几分钟 结果那边就 同步发生变化了 后来科学家 又把这个远距离 更远距离 那么最后把它送到太空 还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 所以是这个在古代叫神 所以是我们以前很多概念的名词不一样 但是今天借着量子科学 实际上都可以很好的破密了 都是科学 在中国古代 那么最快的速度不是光速 最快的速度叫神速 什么叫神速 就是瞬间跨越时间空间 当下发生变化了 这个就叫神速 也就是说 没有时间空间 同步发生变化 所谓的下降头也好 用不用在你跟前 或者用不用什么 不需要 可以跨越时间空间 他不在你马来西亚 他照样可以对需要下降的人进行下降 只不过今天这个叫下降头 以前是遥控术 这个名词大家要知道 起源不宴 那么这个下降头 他基本上是我们归为 这个邪门邪派的邪术这个领域 那这基本上他不管因果 就是谁让我整人 只要给我钱 我不管道德伦理 钢厂 是否这个被整的人是冤枉的 求我的人 他是别以用心 他不管这个 他只因一样东西 你给不给我钱 你给我钱我就 我将来帮你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他自己本身是降头师 他怨恨某些人 怨恨某些人 那么他也就是用这些法术类的东西 来对所怨恨的人进行遥控 进行下降 你们马来西亚这里 吉隆坡这有一个马来人 是得罪了他阿姨 他阿姨是个降头师 所以不要以为说 这个有神通 有功夫就了不得 没有啊 这里有症有邪啊 那么他得罪他阿姨以后 他这个阿姨在当地 乡下他就是个降头师 就对他施将 被施将的人 是一个什么反应呢 就是精神失常 精神出现严重的异常 自己呢不能自控 自己知道这个不对了 但是不能控制自己 所以是这个马来人最后也是找遍了这个他们本民族的这些宗教师啊 其他的一些这个功夫师啊 帮他那最后都没有成功 后来找到我们这里来了 找到这边来了 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善巧的技术方法帮他解了降 解了降以后 他的精神就不时常了 就睡眠就很正常了 然后呢 一段时间还可以去工作了 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是说 师父帮你解降 他是要要求你自己进行一个保护 就是那么师父可以帮你这个解这个降头 破除这个降头的这个降头力 但是他还可以再对你施将啊 对不对 这一个降破了 他还可以他怨恨你 他还可以在那你不自我保护 他就到时你又中招了 这个马来同胞后来也是最后一段时间很好了 后来呢 就是这个要求他做的事情 他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的吩咐 那么后来又中降了 又中降了 那最近听说又不太好 这是解了降是不是就永远解了降 未必是这样的情况 那看那个降头师 因为他是养了很多的这个邪灵邪鬼 他可以做耳抱神 就是来报告 说你要整的那个人现在被人解救了 然后你看你要不要再怎么整他 他有这种鬼通 有这种鬼通再给他做耳抱神 大家要建立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生活的宇宙 我们同处的这个虚空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构体 不是像你想象的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 我们没有去埃及 金色塔不存在吗 你照样存在 没有去长城 长城不存在吗 照样存在 不能以我见 不能以我思 故我在 不是 它是一种实在的东西 正是像我们的世界这样 你不见 它实实在在的也在 那么六道所处空间的世界 也是你肉眼不见 它真实存在 一种就是什么 受人所托 男人钱财 敌人消灾 他有这个法术 他收了钱财 他帮人 不管是你是对 还是他是错 他不管 导致的这个变成邪门邪术 我在新加坡治过一个女孩子 这个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就不能走路了 这个家人还准备跟医院打官司 因为他这个也不是婆婆传 自然生了 生了孩子以后 结果是这个出院出不了了 为什么 腿不能走路了 就是半瘫了 结果这个医院也没办法 怎么治也治不好 然后最后就说 我们愿意赔偿 你还是回家住 这一弄就好几个月 这个腿就是不能走路 只能躺着 要人伺候 找了很多名医 什么治不好 最后通话朋友找到我了 找到我 我去一看 我说 哎呦 我说是 你有个什么亲人懂法术 他说我叔叔 我说你怎么得罪他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得罪他了 我说后来 我说是那你想想 他想 我最近我这个奶奶给我留了个房子 是叔叔在住着 那么叔叔一直不肯交房子给他 所以他现在就是找律师通知他叔叔搬家 结果他叔叔玩什么 他叔叔是把整个房子 他为什么赶叔叔走呢 是奶奶过世前 叔叔只是把自己一个屋子耍黑了 整天在那个黑屋子里待着 这奶奶一过世以后 家里没人了 他一个三房是组屋 结果全家都耍的黑黑的 整天关着个窗帘闷在家里 这女孩这个继承人 他要去要这个房子 叔叔也不搬家 然后再通过律师找了 这叔叔搬了怨恨他 然后就对他下家 他这个搞黑屋子 基本上修这些写令写书的 他用了什么叫 五马分尸将 五马分尸将就是 他把他这个侄女的名字写上去以后 用了一个小人 然后用五根绳子把这个吊掉了 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叫五马分尸 头这一块 四肢给他掉一块 然后给他那个关节弄断 这就关节都不能动了 成功了以后 实际上成功的人 他就整个摊在床上 就不登起来了 然后我这玄关 为什么当师父要有这个本事 就是要能看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然后就把他那个五马分尸将破了 把他那个用一个剪刀 当时在功夫界 把他那个现成简单了 然后再去用功夫 把他那个断的腿 胳膊给他接上去了 然后再给他用这个针灸术一条 这个第二天就能够走路了 所以再不出一个星期 人就完全恢复正常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 我们经历的这个事实真相 因为当年我 我这个要来南洋之前 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 那个当时就是让我去一趟茅山 他说你将来要去南洋 你去一趟茅山 我说师父我去茅山干什么 我光知道历史上有一个茅山 是三茅真君 是真正的道家成道的三个祖师爷 后来这个就接到一个信息 说让我去学茅山树 尹太师父告诉要去学茅山树 因为我们这些接到信息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跟熊老师 我的师父就请教 我说师父 他们让尹太里让我去茅山 学茅山树 师父说去学 我说你让我去下降 我知道茅山树在南洋 有人下降 所以说你怎么这么笨 你是正道的传承人 你怎么可以去下降 你要不要给人解降 我说对呀解降可以学 他说你不会下降 怎么给人解降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 你必须先知道那个降头 他是怎么下的 怎么下的你才能知道怎么解 他说南洋这个地方 牛鬼蛇神特别多 弄个观音像 弄一个老子像 结果不是观音 不是老子 是弄的蛇精附在上面 牛鬼附在上面 这个黄鼠狼精 狐狸精附在上面 结果你去当观音拜 结果你拜不小心 那你就把一个狐狸精分灵 就请到家里去了 你觉得你请了个观音 实际上你请了回去的 这个狐狸精 你那肉眼烦呆 你看不见 那有什么反应呢 就是从你请回去以后 你就开始不顺了 因为他是黑的 他是这个 但你求鞋的他会中 求个马票啊 给你个什么多多号啊 给你个4D号码 他帮你这个 你求什么 这个很好使 结果一求一好使以后 他帮你挣了钱了 他要你的命 要你身上的生命光 他要这个 他是通过吸你的生命光 然后去增长他的功力 然后去脱离六道轮回 那我帮了你 总得感恩吧 我跟你要点 也不多要 要点命 你会短瘦 你会黑 你会这不舒服 那不舒服 你长得漂亮 晚上他还跟你睡觉 压床压你 这些我们见得太多了 所以是那么 大家第一呢 不要得罪人 要做和事劳 和气生财 和为贵 不要跟这个 什么人都去斗 你什么人都去斗 你遇上一些不良的这些人 他又找得到这些学师 这些歪法 写法的人 他就能整你 第二呢 就是不要去乱拜 这有个庙 那有个庙 就去乱拜 那今天在末法时期 功夫师 就是师父们 修炼的师父很少 你很稀有 你像我们在南洋 走了这几大圈 这没见几个 没见几个说 真有这个秘诀 有系统的技术方法 引导人怎么去实修实证 帮助人自己能看 帮助人自己能证明这些 大部分都是你信我 你要拜我 你把钱给我 然后你依赖我 我就可以保护你 我下地狱 我可以让你成佛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让你去拜一拜 道理说不清楚 那这种基本上是 贤面外派的比较多 因为他理不通法不随 像我们正理的 这个师父教出来的弟子 很辛苦 你要学一补星向山 五大门技术 五大门技术 我那跟师父学了十年 我跟我师父一起学的 上万个徒弟 这个也没出来几个成的 就是这个 你还要真的好这个才行 不是像你们想象的 我会一招就行了 一下子就完事了 那都是基本上 贤面外道 什么我师父憨一下 我这憨一下 我就有功夫 这都基本上 贤面外道 附体型的 都不是真正正修实证的 正修实证是你要成佛 我们要成佛 这就是真修实证的 否则是说 你依靠他 你就可以成佛 这都是贤面外道 没有这回事 因果不灭 因果自了 师父们教你 怎么去了因果 怎么去了缘 是教你这些东西 刚才讲的下降头 下降头 他通过这些树 到底是谁在作用呢 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有很多的鬼神 我们叫五鬼扳运术 这个五鬼这个作用法 不要眼睛就亮 不会交给你们 你们没这个使命 不交给你们 他们都是去真的去坟里 挖五个人头出来 然后用香 用什么供 然后剩的就不告诉你了 就是这样的 去用这些邪门脸 练了以后 这五个灵 就听他使用了 听他使用了 基本上玩这些人的 人他有个典型特点 他的眉心是发黑的 脸也是黑的 那这个就是 你看见这样的时候 他神通很厉害 远离他们 为什么 都不是正法 连个人的气色都没有 还有一种被鬼灵附体的 他的脸是惨白的 你们就经常看 有一些人 他神通很广大 但是你一看 他脸上没血色 我们人是热血生命 他没血色 就是冷血的一类 蛇精附体 狐狸精附体 这种是附体类的 附体类的 基本上 他是脸是惨白的 玩阴鬼的 都是脸是黑的 眉心是黑的 所以是基本上 我们有一个江湖行走的口诀 这个胡黄蛇鬼 斯大泪 你要修到那个层次 师父会教你 一点就知道 对方是什么出身 就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 所以老师给你们讲多了一点 目的是告诉你 真有 真有下降 真有邪灵附体 真有阴灵干扰 那么好一点的 你可能被八难横死的鬼缠上了 被个吊死鬼缠上了 这算好的 你要知道 被一个车祸撞死的鬼缠上了 被这个什么 这是算你比较幸运的 这个不幸运的刚才说的就是直接 他就要复你的身上你的体控制你 因为你乱败 然后他就想把你这个肉体占据为他所用 如果那借你的肉体去说话 借你的肉体去做事 这就叫邪灵附体 动物仙儿永不允许他什么修炼 允许 那么在这个法界呢 有一个玉皇大帝亲封的一个侯爷 叫三山九侯 他这个是修道侯爷为了 那修道侯爷已经是不错了 已经是王爷 那他是统领所有的动物精灵修道的一个师父 他是正的 他是玉皇封的 但是所有动物修道 帮助人必须自报家号 是我是狐狸精 我是长虫精 我是猪大仙 猪大仙是什么 我就是野猪精嘛 对不对 那么你必须报名号 人家还愿意你帮忙 这个可以 比方在新加坡 就有一个狐狸精庙 香火挺好的 什么人去拜 女人去拜 希望狐狸精帮他勾几个男人来 不好的女人去拜 不是正经女人去拜 香火挺旺的 还可以 这个你不能去收人家 这是规矩 人家已经抱出来 我是狐狸精 那我就帮人 你求我 我帮你 那这些就是什么 这在江湖上 人家是自理门户 自报门号 你不可以去干扰 但是他假冒观音菩萨 假冒什么王母娘 假冒玉皇大 假冒什么仙佛 这个就不行 那雷神也不干 法师也可以收 所以是那这些呢 给大家讲 所以是三山九侯师尊呢 那他也是主持正义的 在这个法界也是为正法九传注使 那么红这个护持的 大家在修这个孔雀明王法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山中的大王 那就是属于这个类别的 那么这个什么大仙 什么大仙 什么大仙 这个就是指的这个类别的 这个我们在修道门里面叫仙门 你马来西亚有这个门 你看你说他是报字号 我是仙门的 仙门的很多人以为就是正法 修这个神仙术的 不是 逢是这个这个抱仙门的 都是动物仙主法的 就是他上面供的师父 都是动物仙附体的 那么就是要懂的这个区别 所以是江湖很凶险 你们不要以为在城市里 就没有江湖了 江湖是到处都是的 这些就是你要有一个师父 指导你 不懂不懂经常问问 经常问问 这个门派是正吗 我可以去吗 那你就不要误入歧途 所以仙门就是归三三九侯师尊观的 他也严格的纪律 他也这个护士正道 那么就是我们看孔雀明王经中 很多大仙 很多这个这些动物的成的经 也是在护持孔雀明王咒 孔雀明王经 为什么这个把它带来给大家 那么并且这个你真正中了酱也好 被邪灵附体怎么办 那么在孔雀明王经中告诉我们一个善巧的方法 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在这个经中告诉我们 逢是持念孔雀明王心咒的人 那么如果是有冤家来讨债 或者仙家来干扰 投作七分链 就是谁都不可以去再干扰他 那么他可以解一切降头 谁给你下降了 你们将来遇到一些人 被人下降了 又找不到师父来马来西亚 师父又不在吉隆堡怎么办 你们替他持念孔雀明王咒 心咒那就帮他解 这是谁做的 欧难就是这样做的 欧难就是释迦牟尼说 往孔雀明王法以后经以后 欧难持孔雀明王经咒 然后为沙地利比丘去持念 结果他就醒过来了 所以今天我说这个是什么道理 今天在台湾 在你们这里 还有很多师父他是精怪附身 精怪附身以后 他为了多供养多钱财 他就拼命地给你用情 用什么情 就是很感动 我几天见不到这个师父 我就流眼泪 我想他 我见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你就问题出来了 因为你不是在跟他求法 你是种了情花毒了 你们知道社交英雄传有个情花毒 我懂不懂 他已经给你用了情花毒 用了魅来魅你了 他实际不是他魅 他是后面那个动物精怪 通过这个人在魅你 拿你的这个命 拿你的灵光 所以这些人脸都黑黑的 然后就也不能够真正讲出个道法来 精法来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不要被这些所魅 这个沙地利比丘被什么魅 被蛇精魅了 咬了他一口 然后把他的灵魂给从肉体中魅出去了 这一魅出去缠住不放 他就昏迷了 人的灵魂一出体不回去 就昏迷了 人就昏迷不行了 所以有些人这个被车撞 被车撞了以后 这个他这个结果他昏迷不行 昏迷不行 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在被强烈撞击的时候 他很恐惧 灵魂飞出肉体了 这个时候如果是有邪灵冤家司机讨债 他也就从此就不行了 那非得要用孔雀明王精咒 或者找到这样有法律的师父 去再调停 使那个魅他的放掉这口怨气 使他的魂魄归体 他就可以醒来 那么这是遇到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他是撞了 没东西魅他 但是他一恐惧以后 尸体被搬走了 肉体被搬走了 他的灵魂跑出来了 找不着尸体了 这个时候往往就在当地的土地庙 城隍庙 或者是像新加坡的 四马路观音庙 那叫十方道场 正道场 帮他把那个灵魂收在那 像我们懂的 就到这个车祸现场 然后在周围定点查询 有什么庙 然后去那个庙里走一圈 然后可以把它的魂魄 用白手绢白帆布 然后给招魂给送回去 那个人就会醒 这个在台湾 我当时是有一个人出了车祸 那个人是求到我一个学生 叫李大师门下 按李大师也没招了 最后就问我说 师父怎么办 我说你去 因为我叫玄关 我说离那个车祸地点五公里 大概是向一个方向走五公里 有一个土地庙 他的那个魂魄在那 你去把它收回来 拿着白手绢去收回来 然后回到那个医院 盖在那个人脸上 呼唤他的名字 然后他就醒过来 过真就是 他们家人这样去做 就醒过来了 所以这些大家要知道 什么道理 就是我们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组合体 组合体 人家下降 下在什么地方 下在你的灵魂体上 因为他隔空 他没有作用 拿一刀插在你肉上 他下在你的灵魂体 使你的灵魂体 使你的五脏神受伤 就神灵魂破 神有五脏神 有三魂 有七魄 有最核心的灵 这个灵被人拿走了 人肯定是没得救了 魂魄出体 还有得救 所以是那么伤了你的五脏 是伤了你的五脏神 那五脏都有主人 他把主人伤了 没人做工了在里面 所以你的五脏就从此就生病了 我们叫神伤 有的人悲痛过度了以后 就伤了神了 神伤 神伤 真的是伤了神 这在灵魂系统 它是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古代的圣贤 让我们重视的是 百分之九十六的 用今天科学家讲 重视百分之九十六的空间里的真实下 不只是重视百分之四的真实下 今天换句话说 今天的医生能治你多少病呢 只治你百分之四的病 还有百分之九十六的病治不了 那要治百分之九十六的病怎么治 找神医啊 找什么样的人叫神医 他能够通灵 他能进去跟你的魂魄打交道 能够跟你的冤亲债主打交道 让他们不再来伤害你 把他超度走 把他安置好 这个愿家一解不一解 这个愿一解 病就好了 这就叫神医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 有些人的病治了几大年 治了半辈子治不好 遇到个神医 三下五除二一两天 哎呦 轻快了 哎呦 没了 哎呦 没了 神在哪 他会治你神呢 治你的魂魄 治你的灵魂啊 然后另外在百分之九十六的世界 帮你安顿你的冤亲债主啊 哦 所以是解降 这个问题就是中了降 怎么办 那么就是送孔雀冥王咒 送孔雀冥王金 这个有福报的人找师父 这个找师父 被下降头他有什么特征 就是完全不能自主了 行为思维意识 他他有的人他是自己知道 我在新加坡也是一个马来的同胞 他这个被人下了三个价 这个一会儿是老鹰斩翅 那个样子 一会儿是个狗熊爬着的一个样子 一会儿是一个大男人扭蛇腰的很难看 一个大老爷们在那拧这个好难看 蛇精附体三个精怪附体 那我当时在给他解降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吓死了 为什么那个骤力下去的时候他就满地啪 那个吃辣脸嘴的要来跟我斗 就是他那个附体原型出来了 附体原型出来了 那最后还是把他解了 解了以后他就醒过来 他说这个我知道这三个 三个附在我身上 但是拿他没招 这种被附体的人被下降很短瘦 因为他伤你的这个精气神 伤你的阳气 人活就是一个阳兽 什么叫阳兽 就是你体内要有阳气 你阳气不足了 命就没了 就是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些邪精邪怪他附在你身上 他的目的就是吸引你的阳气 阴阳的阳 太阳的阳 阳气 阳气进了阳疏就进了 所以被附体的很多人他是短瘦 那这在法律上 在明律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有一个法律是坚决不允许的 他是违反条律 违反条令的 所以大家要好好修 修成一个大法师 你就可以帮助这些人 真帮到众生 而不是只是说 这个时候我给你念心经 你听 这个时候我给你念观音圣号 你听啊 他才不理你那个 他不会慈悲的 他慈悲他就不负他了 啊 啊 他就不负他就不负他就不负他了